照你們這樣子的想法 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其實我覺得剛剛慧維 他是會計的專業 他講的確實是很專業 不過我在想 原始蔡總統的意思 他是利益良善 他認為這個經濟紅利 應該立刻快速的 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回饋給我們國民 他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做法 就應該簡單明瞭 去掉那些繁文入結 我首先要說第一點 大家要同樣的標準 不 我先說 我等一下跟你講我的看法 我先說我第一點 大家評論要同樣的標準 10年前馬英九消費券的時候 大家 你們沒有這樣評論 你們大家一片歌功頌德 馬英九的消費券 叫做端豬牛肉 第二 蔡英文要回饋 經濟紅利給全民 你們說這個叫做討好買票 很奇怪 兩個標準 第二個 我的看法 我認為既然要把複雜的問題 簡單化 不要煩文入結 我認為最直接的 最沒爭議的就是 我們有一千萬 壽星階級跟勞工 一千萬同胞 這一千萬人四百億一個人四千元 這第一點 很簡單 因為這樣子大家差額不大了 第二個 你可選擇領或不領 你可以不領的部分 要由政府來做長照 幼教 或者其他捐助社福團體 政府把它盡量簡單化 表格一個簡單化 你也可以勾選由政府 去到各自的專案的基金 去讓政府做 你也可以選擇自己領 領了以後 你要拿去消費也要 或者你要接濟其他 項目上沒有的基督教醫院 或者你的親戚的小孩 這個人的選擇 我的意思就是說 政府不要康人民之侃 因為這個人情 我們就是要還給全民 努力的社會大眾 一千萬辛苦的勞工 跟壽星階級 每個人都有份 即便誤報的有財產 阿伯大富翁阿伯弄成 也是這一千萬壽星階層之一的 我們不管 沒有那麼多人力 再去處理這些 不必這麼複雜 四千塊而已 各自要做 我們拿到了要不要做好事 要做好事也是個人的人情 如果照剛才你們的經濟理論 我跟你講台電跟中油 現在開始30年都不能發年終獎金 都不應該發任何獎金 甚至要追溯他們前30年的獎金 不是嗎 他們累計虧準都幾百億 所以你們說我們負債 十兆 八兆 幾兆來講 你就說有負債這麼多 那就是我們有超收稅金 那不應該再去發放 這個道理就跟台電中油 那你永遠 以後那虧錢的公司永遠 老闆都有理由獎 不能發放獎金 其實事實上不是這個樣子 蔡英文總統的這個看法 我認為既然利益良善 我們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政府不要再做資軍 做資師 政府不要動不動 一點點錢而已 這個我覺得不必那麼多討論 為什麼 你如果再繼續討論下去 我們社會起碼的同情心不見了 你像比方說 傳出說要給300萬 比較低收入的 中低收入 3萬塊月薪以下的 對 3萬 大家就討論 給3萬塊以下 月薪3萬以下的 大家就討論 就只給 我3萬1千塊怎麼辦 對 給這300萬人了 大家你看 這不好 本來我們社會有同情心的 我們高收入高所得的 中收入中所得的 對 比我們低收入的 本來我們抱與同情 我們也希望幫忙 結果經過這樣的討論 我認為社會之間 彼此的同情 互愛互聯的這樣子 我認為蕩然無成 我認為不要 我認為政府既然要做 有一點比照消費券的方式 但是限縮於這1千萬 勞工跟壽薪階層 這是有繳稅的 是這意思嗎 不不不 1千萬裡面有很多沒繳稅 有申報他不必繳稅 我的意思就是說 勞工跟壽薪階層 不管薪水多高多低 這1千萬受僱者 那一人4千塊 你拿去 你要自己消費 或者你要捐助 或者你委由政府的基金 怎樣去做什麼好事 那兜你的權利 沒有 發給你之後 你要怎麼使用 對 政府不要做資君 做資師 沒錯 王源的發誌 其實就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公平性 在經濟學的稅法章裡面 講得很久 我收稅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 我收稅 還是要考慮到經濟的發展 第二個 我是收資平衡與否 第三個就是公平正義 你發出去也要考慮到公平 他現在是全部都有 所以就滿公平的 所以說當滿有時候 發了850億的消費券 那是全部人都有 你只要有中華民國的國際 不分年齡 不分性別 全部發 那至少有公平性 同時我要考慮到 我發出去這個錢 我對我GDP的成長的影響是怎麼 你這個裡面 完全沒有談到這些東西 又不公平 當然被人來批評 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馬英九時代 發消費券的背景 跟現在完全不同 民進黨蔡英文一直說 現在是台灣經濟最好的時代 最好的時代 但是他要發錢給大家 馬英九那個時候是2011年 全球經濟風暴 那個經濟所得成長率是負的 他當然希望刺激國內的消費 他當然想刺激 對不起 請等我講完 再來就像司剛講的 你竟然要發藝人4000塊 壽星階級才有公平嗎 公平嗎 你不要 那請問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講 就是說你第一個 你有很多家庭主婦 他拿不到錢 他可能這個家庭總所得 並沒有很高 但是他先生有所得 我用一個邏輯來講 如果說這個稅 這400億都是這些人繳的 罰給他OK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中華民國有16 7種稅 你可能考慮到說 我的中和所得稅 是剩下的400億發發 都是我繳稅 可是還有盈利事業所得稅 還有關稅 還有貨物稅 換句話 創造這400億的剩餘 並不是只有工作人 他才有 他的努力 其實他沒有工作人員 他也有可以創造這個 勞工階層比較辛苦 所以這個時候退稅 不管你稅的來源是什麼 就是退給勞工就對了 他這是一種 合中方案 我說的簡單 我們不管怎麼討論 馬英九也好 蔡英文也罷 好過柯文哲 我為什麼要把柯文哲講進來 因為網路上竟然 竟然有人在討論 他柯文哲幫我們市民 省下來的錢 拿去還債 第一點他說謊 這不是他的功勞 現在大家扯明了 當時三年前我就跟他講 三年前 兩年前 一年前 我每次都跟他講 我都跟他說 這一些是超收的稅金 因為104 105年 我們預計要房地合一 所以增值稅 契稅那些 大幅增加 還有富邦鼓勵 現金鼓勵有多分 所以我一再跟他講 這是超收的稅金 就跟現在遇到的情況一樣 可是現在的小英總統 遠遠優於柯文哲 柯文哲是說謊 他用說謊來欺騙年輕的朋友們 說是他幫大家省錢去還債 但是小英講明了 講明了第二點 小英利益良善 既然利益良善 就是我們辛苦的勞工跟受薪階層 我們這1000萬人 那很簡單明瞭 分下來4000塊錢 就算有差別 差別不大 大家不會去計較這個 各自拿去做各自想做的事 你要做善事也好 你要自己消費也好 你要委託政府做善事 都可以 好 主席最簡單的方式 每個人都可能受賄的方式 我覺得第一個最快就減稅 因為馬上要報稅了 5月份要報稅 報稅的時候 大家對於中華民國政府 就很多的 你說每個人可以少報4000塊 對 至少跑報4000塊 減稅 對 一個percent 坦白說他的效應 對每個家庭很大 第二個 年金改革政府 民進黨政府說 可以省多少錢 200億 一年省著 未來可以省200億 就400億 就完全把他弄掉了 這對於一些年金被砍的人 他心裡面怎麼想 原來這400億是砍我的 所以當然你這個計畫下去之後 沒有一個人覺得很開心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部分 我既然也沒有可能達到好處 再來我所得的稅坦白講 也沒有回到我身上 其實很多的網路是這樣的聲音的 你不要扯柯文哲 那個會扯太遠 沒有 我就把話講清楚 因為他藉由這種超收的稅金還債 他先前他已經騙了我們三年多了 騙整個社會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討論很好 可是大家冷靜去想我說的方案 那是差異性最小 而且最普及 你說這四千那用來抵稅 亦可 亦可 所以我們今天的討論 至少贏過行政院會 他們那邊搞了8天 我幫你轉答一下大家討論 我們討論不到20分鐘 至少我們還領出一些方案 等下 或 Sharon 另一乎 Lub F